这股黑色晶体的威力堪比小日子刚刚排放的河废水 而男人只是无意间踩到了一堆粪便 没想到自己的小命却从此画上了句号 只见一股黑色的晶体缓缓飘到空中 不知情的男人还悠闲地对着空气中的尘埃吐出一个个烟圈 却不料下一秒黑色晶体就如同拥有了生命一般 静止地钻进了男人的鼻腔里 随后又渗入了皮肤中 起初男人只是觉得耳朵搔痒并没有太过在意 然而没过多时他的脸色就变得比白纸还白 甚至虚弱的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同伴卡文见状不妙 立马搀扶着男人急忙返回营地 以为回到飞船上就可以阻止病情的发展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 眼看距离飞船几乎近在咫尺 可男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 下一秒一口老血就吐在了卡文身上 这场面瞬间惊呆了驻守飞船的傻妞 而他也很快证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猪队友 于是当卡文好不容易将男人带进医疗舱 傻妞立马手忙脚乱地撕掉了对方的上衣 结果下一秒眼前的一幕就将他彻底吓傻 他立马借口去寻找支援逃出了医疗舱 谁知他一转头就牢牢锁死了医疗室的肛门 卡文见状急忙让他打开大门 但为了防止感染扩散 一脸懵逼的傻妞还是选择了弃之不顾 结果下一秒病入膏肓的男人就开始剧烈抽搐起来 不知所措的卡文还想要上去安慰对方 却不料下一秒 这下就连卡伦也彻底慌了 立马惊恐地要求傻妞打开肛门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彻底吓退了傻妞 只见男人的后背突然爆裂开来 接着一团不明物体便从伤口中喷涌而出 而男人则当场领了喝饭 傻妞瞬间吓得连滚带爬的逃离现场 如自留下了还在不断祈求的卡伦 谁知当卡伦扭过头来 就惊恐地看到那团不明物体竟然开始了缓缓入动 紧接着一只浑身苍白的异形便破壳而出 卡伦立马掏出一把匕首死死地盯着怪物 却不料怪物根本毫无畏惧 下一秒就突到了她的脸上 结果当傻妞拿着武器返回房间 就看到卡伦已经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傻妞立马准备开枪 谁知她突然一个狡猾 不仅没打中怪物 反而吸引了仇恨让怪物逃了出来 慌乱中她立马拿起一把AK就开始胡乱射击 但猪队友就是猪队友 下一秒她就一枪打中了油管 彻底葬送了整艘飞船 结果当船长等人终于赶回营地 就看到飞船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卡伦被活活烧死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想带领两千多名殖民者 尽快找到适宜生存的星球 却不料短短的几分钟内 她就既陪了夫人又折了兵 原来就在几天前 他们乘坐的七月号飞船突然遭遇了一股恒星药般激发的高能冲击波 结果飞船的冲门翻页被当场损坏 而飞船内也出现了多处故障 于是仿生人怀特只好提前唤醒了还在休眠中的船员 然而船长佛兰兰的休眠舱却发生了故障 这导致本该作为主角的他还没出场就直接领了合饭 于是作为副手的阿伟则理所当然地接替了船长的职位 就在船员们对冲门翻进行维修的过程中 队员舔蜡的头盔中却突然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谁知当他们经过分析就震惊地发现 信号中的内容竟然是一首来自人类的流行歌曲 这让所有人是既好奇又兴奋 奇怪的是 为何人类的声音会在距离地球如此遥远的地方出现 而兴奋的是 他们通过追踪信号发现 信号源竟然来自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全新星球 这颗星球距离他们只有几天的形成 而他们距离最终的目的地起源者6号 却有着七年的漫长距离 这让所有人的内心都开始动摇 因为有着一部船长的前车之鉴 几乎所有船员都不愿意再回到休眠舱继续沉睡 众人一致决定前往这颗星球展开考察和分析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 他们将带领所有殖民者直接在此定居 当飞船抵达星球的外围 船长阿伟便带领几名船员驾驶登陆舱前去考察 本以为这将是一场充满希望的旅程 却不料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灾难 很快飞船就在一条平静的河流边着陆 只见这里的环境十分优美 所有人都瞬间心旷神怡 就连当初反对登陆的丹尼斯 也不禁憧憬着要在河边搭建一座木屋 但偌大的星球却处处透露着一丝诡异 玉米棒大小的麦随 植被一场茂密的森林 然而更诡异的是 他们这一路竟然没有看到除了植物外的任何生物 当众人来到一处湿地 船长的妻子卡伦作为生物学家 便决定留下来对这里的水质和土壤的进行采样研究 而船长则带领其他人继续去寻找神秘信号的源头 很快他们就在一片倒塌的树林尽头 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众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飞船 接着就找到了当年普罗米修斯号首席科学家二翠的名牌和相片 他们不禁好奇 十年前失踪的人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艘外星飞船上 于是当他们不解地来到驾驶舱 又无意间激活了控制台上的监控 这才确定了神秘的信号正式由二翠从这艘外星飞船上发出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 一名手舰的船员意外接触了散发毒物的包子 而另一边协助卡伦采样的同伴也在不经意间被包子感染 于是不久后便出现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结果当船长他们拼了命地赶回营地 就发现登陆舱早已被炸成了一团火球 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只刚刚孵化的异形并没有被大火吞噬 更糟糕的是 这是另一名被感染的船员竟也突然发难